嗨,我是寶可夢,歡迎回到我們的頻道喔 Linebank最近推出了信用卡,請問你已經申辦了嗎? 今天呢,我們就來開箱給你看 唉,看一下喔 那這個Linebank卡呢,它的卡面我這次挑的是 熊大跟兔兔的,非常的可愛 如果你還沒有申請的話呢,它有三種不同的卡面 我們等一下都會跟大家做介紹 卡號呢,就是放在我這邊上面的這個手指按住的地方 然後還有下面是悠遊卡卡號 今天呢,要來跟大家聊的就是Linebank信用卡 它這次呢,找了聯邦跟渣打銀行來做聯名 如果你想了解更多的話呢 它這邊有一個QR-Coin,下方這邊有一個完整的他們的公告 你有興趣你可以看一下 第一張的話就是剛剛有跟大家開箱的聯邦Linebank聯名信用卡 它的活動期間呢,是2023年的7月10號到2024年的7月31號 所以有完整一年的時間 那它主打的權益呢,就是國內2%現金回歸無上限 海外有3%現金回歸無上限 它的回饋機制是現金回歸 只要你有刷卡,它會在下一期呢 以刷卡進的方式,折抵自己的賬單 然後不會失效 所以這一點呢,其實是蠻適合 喜歡現金回歸的小財神們 它這次有做一個加碼,叫做指定網購最高 有5%回饋 像Momo,PC Home, Yahoo,淘寶,蝦皮,生活市集 跟博客來都有 它的5%回饋分為2%國內無上限 再加上額外3%加碼 這個額外3%加碼,每個人每月上限可以拿500 所以回推呢,大概可以刷個16666元 都是有95折的折扣 這個還不錯 申請門檻很簡單 只要年收20萬,你就可以申請了 只要申請電子賬單就不用擔心年費的問題 如果你是聯邦新戶的話呢 你現在有好理二選一 只要刷1288就可以選擇新戶刷卡金500 或者是選擇Line Friends的這個Color 這個小收納包加特別版的裝飾試扣遺囑 這個市價850元 但是我個人覺得你還是選擇刷卡金比較實際啦 你只要是救護的話呢 新救護都可以有這個同享好理的部分 只要有設定Line Bank帳戶扣角 這個信用卡的卡費 你就可以拿到300元的現金 而且很簡單哦 你只要是卡片核准的當下 那你的Line Bank就會收到300元 非常的快速 那還有一個扣款裡的部分 他送你150 就是每一個月刷5000給1%加碼 就是給50 活動是你合卡的6個月內 只要有3個月有做到扣款 他就給你最高 就是給你150元的回饋 如果你有興趣的話呢 這邊有這個聯邦Line Bank聯名卡的官網 你可以看一下這邊這個QR Code 他是不會幫你主動折抵帳單的哦 他的點數效期是2年 所以大家要特別注意哦 你至少要刷個1萬塊錢 拿到200點才能夠折抵掉 如果你自己不喜歡這種模式的話 這張卡片可能不適合你 那另外一個需要特別注意的就是 他有一個消費分期 分期零利率呢 只要買1000塊就可以6期零利率 這個還不錯 不限次數免手續費 這張卡片的等級呢 是Mastercard的世界卡 這世界卡感覺起來非常厲害 但是提醒你哦 他只有國際發卡組織給他的世界卡的權益 那JADA本身並沒有額外附贈一些額外的權益 所以我就覺得蠻鳥的 你申辦了這張卡片的話呢 未來你要申請其他銀行的頂級卡 其他銀行可能會多看你兩眼 然後就會把卡片給你了 申請世界卡對你未來申請其他銀行的頂級卡 是有幫助的 這張卡片只要年收24萬就可以申辦的下來 所以也不錯 新戶好理2選1呢 是認刷3筆不限金額 他就送你500刷卡金 或者是選擇Line Friends的Color小說那包紫色的 然後再加上3個裝飾扣 這個市價是850元 但我覺得也沒有這個價值 所以你選刷卡金比較好 如果你是渣打救護的話呢 就是新救護同享好康 最高450 設定Line Bank帳戶自動扣交卡費 可以拿到300元的現金 那再來就是扣款裡的部分 是每個月給53個月就給你最高150元 這個跟聯邦是一樣的 有興趣的話你可以看一下這邊的官網 這裡面都有詳細的活動規則 再來呢我幫你做一個重點整理 第一個 聯線銀行這次找的股東呢 是找渣打跟聯邦來發行信用卡來減輕他的支出 前幾天他們有記者會 他們也有說明就是不排除找富邦跟中信 來做第二波的聯名信用卡 那可能回饋也差不多吧 因為不可能更好啦 當然他們也不排除將來有可能自己發行信用卡 那這個就會令人比較期待了啦 他們的聯名卡呢不發行點數 點數可能跟其他銀行的點數聯名卡就會有衝突 所以他們這次發的就是現金回饋卡 國內2%海外3%的現金回饋無上限 那麼需要注意的就是聯邦發行的呢 是刷卡金無效期 但渣打給的是現金點數 但是有兩年的效期哦 比較有限制一點 所以你自己要做好選擇 第三個加碼回饋是不一樣的 聯邦給的是網購5%回饋 那渣打給的是分6其0利率 然後大家可以依自己的喜好來做選擇 第四個設定LINEBANK扣角卡費呢 其實會影響你原本信用卡扣角卡費的這個權益哦 因為網路上有很多災情哦 就講說我是聯邦的新戶 我才剛辦NEWNEW BANK 那我來扣卡費 我的集賀卡呢 有做額外的0.5%到最高6%的加碼 但是呢 現在把它設定成LINEBANK之後呢 我的加碼就會被取消了 因為沒有自動扣角 所以這個呢 大家就要自己權衡一下 如果你還需要集賀卡的新戶好康的話 那麼這張聯邦LINEBANK卡 你可能先不要申請 等到你的那個蜜月期過了之後 比如說半年的優惠就做完了 再來申請LINEBANK卡 是比較好的 第五個呢 目前的卡片審查時間很長 發卡銀行呢 他就沒有辦法就是馬上給你啦 就無效無息的 這個渣打銀行的禁件量非常的大 所以你大概需要一個月才拿得到卡片 所以有興趣的話 請你趕快申請 這樣才能夠早一點拿到啦 那麼要怎麼申請LINEBANK信用卡呢 提醒大家 第一個一定要先開戶 一定要有LINEBANK帳戶才能夠申辦 他一律都是從LINEBANK的APP來做申請 所以還沒有開戶的人呢 請你掃右邊的QR Code 先開一戶LINEBANK 等到帳戶申請通過了 你登入之後呢 就可以進行申請信用卡的動作了 那接下來是他的這個官方的流程 跟大家簡單的提及一下 第一個呢 請你打開LINEBANK 打開之後呢 他中間有一個欄位 LINEBANK聯名信用卡 你就可以點擊申請 那他這邊呢 接下來會問你 要選擇的是哪一家銀行的聯名卡 那你可以同時申請兩家 就是聯邦跟渣打都可以申請 選取完畢之後呢 就按確定 往下 你就會看到 這邊有這個約定條款 請你一個一個打開來看 看完之後呢 都打勾了 就可以進行下一步 第六個步驟 你可以選擇不同的卡面 這兩家銀行都有推出三個不同卡面 所以最多呢 就是有六個不同選擇 六選二這樣子 那也請你要記得設定自動扣角 設定自動扣角成功呢 才能夠拿到300元的回饋 那如果你要賺的是這個額外 每個月多1% 多50塊的回饋的話呢 那請你就是一定要設定自動扣角 才拿得到 第七步驟呢 就是確認個人資訊 完全沒有問題之後呢 點選確認送出 接下來只要輸入你的設定密碼 再往下 就可以送出你的卡片申請囉 卡片申請送出去之後呢 他會提醒你喔 已經送出聯名卡申請 但是還沒有完成 所以請你要到兩間銀行的網頁 繼續上傳你的個人資料 如果你要申請的是聯邦Line Bank卡 請你看上面的這個頁面 這裡有這個QR Code 請你點進去之後呢 就可以繼續往下申請了 那如果你要申請的是 渣打Line Bank卡 你可以看下面這個 選擇下面的這個QR Code 掃進去之後呢 他這邊呢 就有一個繼續完成申請 點下去 就可以繼續上傳你的資料了 那你一定很好奇喔 寶可夢到底沒有申請Line Bank卡 答案就是剛剛一開始已經有講了 我一開始就有跟大家分享 我已經有拿到這個聯邦Line Bank卡 那接下來呢 我還會再拿到渣打銀行的Line Bank卡 我一樣會發這個IG 來跟大家分享這些美照 有興趣的話呢 你也可以關注我的Instagram 接下來呢 要跟大家分享的是聯邦Line Bank 聯名信用卡的這個申請流程 我在7月10號早上呢 就有申請了 因為我是聯邦救護的關係喔 所以他就是直接審核通過 7月14號就拿到卡片了 救護申請呢 非常非常的快速喔 所以聯邦這一塊他其實做得很好 如果你是渣打銀行的話呢 你可能就要多等等了 我一樣是7月10號 我在中午送出去的 但是呢 我等到13號 才接到征審人員打電話給我 其實我之前有渣打的信用卡 但是我都減掉了 所以我現在是新戶的資格 那他就有問我說 為什麼申請這麼多卡片 我的帳上有500多張信用卡 發生什麼事情 那我就跟他講說 這是我個人收集興趣等等之類的 那他最後呢 隔天就傳一個訊息跟我說 已經核准了 那我可能會在這幾天收到 這個信用卡的部分 那我一樣會把流程更新在我的blog裡面 有興趣你也可以看下面的資訊欄 大家最好奇的就是 本團到底有沒有揪團辦卡 來跟大家講 信用卡沒有 但是開戶有 如果你想要跟團的話呢 請你跟團開立 Linebank出位帳戶 那麼你就可以拿到本團的好康 但是信用卡的部分 請你上網自行申請 這個就沒有推薦活動了 那我們送什麼呢 好 跟團開立Linebank賬號 活動期間呢 是1月1號到12月31號 銀行給我100 我就回饋一半50給你 那如果你是悠悠班呢 我給你更高 就給你100 或者是你是更忠誠的粉絲 那我就給你200 我們的活動規則在這邊 你有興趣也可以看一下我們的這個資訊 或者是下面的資訊欄 也有相關的活動規則 然後記得來回報 那這次回報比較複雜的原因是因為 Linebank他們有提供這個查詢系統 所以我沒有辦法去查詢你有沒有上車 所以需要大家麻煩一點 就是寫信來詢問客服 歡迎你來掃QR Code來申辦一戶 我們本團呢 互利共享 你一半我一半 就回饋給大家這樣子 很多人都問我說 寶可夢那你辦這個卡片你會刷嗎 我必須老實的跟大家講 這個卡片很可愛 我最主要是收集用啦 我的主力卡最主要還是里程卡 就是HSBC旅程卡 累積里程換機票 那還有國泰斯瓦的小數點 這個Cube卡呢 小數點呢 可以讓我來換三大航空公司的里程 然後換機票飛出去 我覺得是蠻划算的 像我這兩年累積的這些里程呢 我已經可以換曼谷 然後還有日本 跟明年要去法國巴黎的商務艙機票 全部都換完了 其實都是用我這三年 疫情期間累積的里程數來兌換的 我個人覺得蠻超值的 因為隨便一趟來回機票 可能都是十幾二十萬 這個絕對是比現金回饋卡 2%3%比起來呢 我覺得這個回饋率明顯是高多啦 那每個人呢 都有自己的選擇 如果你是現金回饋派的 我很推薦你用這張卡片 因為國內2%海外3%回饋物上限 的確是目前非常厲害的卡片 就是無人能敵 如果你有興趣的話呢 就是請你跟團開戶 開完戶之後呢 就可以在Linebank的APP裡面 自行申請囉 我是寶可夢 我們下回再見 拜拜